8月26日,IBM三分钟裁员超千人将撤离中国的消息登上热搜 有网友还补充内部信息,说如果不接受裁员,可以转去印度的班加罗尔 有人认为这一决策与IBM的CEO是印度裔有关 这是要将IBM从中国转战到印度 IBM此次研发部门关闭设计的业务线有两条 一个是IBM中国开发中心,另一个是IBM中国系统中心 分别负责研发和测试,涉及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 声明中提到,关闭的中国区研发工作将转移到其他IBM基础设施基地 IBM并未宣布撤出中国 其声明中强调,IBM根据需要调整其运营,以最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客户 这些变化不会影响我们支持大中华区客户的能力 也就是说网传不接受裁员的员工可以选择去班加罗尔 那么有可能是IBM给某些员工的一项选择 但是否也有员工可以选择去其他的研发基地,我们并不知道 宣布班加罗尔和科欣是IBM全球战略部署要地的这位首席执行官 阿温德·克里希纳确实是印度裔 克里希纳上任后就开始大幅破误的改革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多轮裁员 尽管在中国大幅裁员 但IBM在印度的职位招聘网站上正大量的增设岗位 这其中,克里希纳的印度裔身份如何影响他的考量和决策偏好 我觉得除了他本人,其他人是很难说清楚的 而从IBM已经做出的部署来看 确实存在将业务向印度地区倾斜的情况 包括不断增加的印度的投资 设立新的研发中心 扩大员工规模 甚至将部分重要的业务职能转移到印度 IBM关闭了中国区的研发业务 但是IBM并没有撤离中国 而由此产生的所谓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 也是错误的